让大家了解 暗历是如何致力于极致健康 已经永续发展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暗历水上 一发明火跟重 是一个发现火的人 告诉了第一个人 于是说问如何有力的 照亮更多地方 把此刻重视的 肩膀面更健康面 像一种长炮 继续下去 我们相信所有阳光 空气 水 开启永续血管的健康 从大自然的得到的量 也能让大自然的体力 更有力量 全职位自由游戏农场 真是有几个重要与万物工作 永可解力保持大自然最后一样 为人类为世界创造丰收 提供最便宜的空气 水 让健康 走得更容易 永远为世界创造丰收 用最纯准的 成一样 保养自己 绝不留下 一单 让你生生无息 我们不会忘记经验 不会忘记 通往永远结合的 每一步 我们的事 照顾着更多 越多胜利 这是一场 归于人类 归于健康 归于美好 归于永续的结局赛 每一种目标 都将无可见谅 我们就有力量 一起 跑在这条路上 为永续健康 永不尽 谢谢 明秀 谢谢各位长官 各位领导人 各位最终的 每一位欢迎的伙伴 大家相反 谢谢 我是陈彦博 极力超级把手 张总彦 今天非常高兴 KDSPN 让各位很断的 分享 欢迎冒险的故事 但其实 是属于我们的故事 我今天想要跟各位 公伴分享的是 关于梦想的 生物态度 在过去十九年 我是我的职业病毒员的 生来怀疹 每一天都重复 一样的事 就是训练 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我们能够变成专业 专业的事情 重复做 我们就能够变成成卓越 也就是相信 各位公伴今天就在这边 每一个人都希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前往世界 每一个显得的地方 在地球每一个角落 在挑战每一个机会之后 很多伴伴都问我讲说 哎呀 你已经成为了世界超级的 世界中冠权了 对你来说 究竟极限是什么 What is the limit? 极限其实就是 对于热爱的事情 但是平时 你很害怕 去靠着它 成功接觎可能很低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能够不断地 重复地训练 重复地练习 重复地不断地去挑战 你突破 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 自己内心的目标 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成就自己 这个就是所谓的极限 而我认识我自己的极限是 我曾经连五公里都跑过完 经过不断十几年大量练习 我的极限是能够去成为 南极横越了整整一百多公里 凝障罚同学 或者我的极限是 在北极点 马松在零下三星堆的过程 慢慢靠近中点 我的双手快动伤的情况下 拿出头旗冲向左边 这个就是我认识的极限 用过的是 我的极限是要用双脚 横越整的阿尔卑士山脉 经过二手座山头 海拔起降将近两万多公里 两万多公尺 所以就是 圣武风必须要爬两碳半的距离 我认识的极限是必须要 都是一个人横越整的沙满 背着的装备 看到很多的尸骨 在没有任何人类的地方 告诉自己 相信对的信念 而且不断的 先站在到中间 我认识的极限 是在害他们 天一夜一点 自己要带着同堂 一日又一日 一夜又一夜 去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恐惧 去面对坦白的自己 告诉自己 克服这件事情 只要超越现在的状态 现在的你们 一定都可以比现在 你还要减强 我认识的极限 是在不单比完赛之前 靠近终点 我的脚壁 整个脱落 再靠近最后八十公公里 我必须要 认真要压 每一步都很懂 撑到终点 在这样比赛 我达到了完全 这个就是我认识的极限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成就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人生中梦想的方向 但是唯独在你不断前行 不是在这条路段行 我们难免都会感受到何干 或者是有点骨骑 只要告诉自己 相信对的信念 相信对的方向 对的一起 一步一脚步 我们就能够去靠近 心中的那叫北极面 当然在这里也要 谢谢安丽 谢谢天会 谢谢美女在座的伙伴朋友 因为今天聚在一起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对的信念 在完成的极限 很多朋友都问我讲说 你的身体承受 这样高度的挑战 你如何有更好的身体 不断去挑战 所以问我 到底对你们的眼 健康是什么 在2011年 我刚才玩到非洲比赛前 我的身体被医生诊断出 我必须要去做切片检查 A-SER接触手术 全身麻醉 我过去 延续一整个多月 我没有办法 进行 或者喝牛奶的食物 喝一个多月 每吹一口口水 每呼吸的过程中 我们的伤口都像 倒在那一样 我体重收到了 从62公斤 收到了48公斤 医生跟我的爸妈 都不断的可求 告诉我讲说 厌薄麻 不要再去当运动员了 好不好 当所有人都在乏医生 我只有自己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放弃 所以初月时 我告诉你这么一句话 你不勇敢 没有人听你牵强 你不相信你自己 没有人会牵强 你不相信你自己 没有人会牵强 两个月之后的希腊医生比赛 和一样牵强上赛 但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 我已经开始一段异心 商考的业开 在这场比赛 我获得了 到时候的两百公斤 在我连续整整八年的期盼 八年的训练 整整连续八年的达到你的目标 我甚至开始第一手 我甚至开始一个虚弱 我问自己说 是不是该放弃了 这条路是不是就此结束了 在我第一手的时候 很荣幸在那时 认识了安利 有吹来 在那一刻 我开始不断了 从我需要的预养 去相信 我所需要相信的 在那时候 看到这些包装的藏品图 我突然发现 诶 怎么跟我在2009年 我要去喜马拉雅山比赛事 其实 在那时 我就自套腰包 买了安利品出来的产品 去那边布赛 所以 大家看到这些照片 是不是感觉 诶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但是 我自2009年开始 就长年实践的实践 所以 在安利品的支持下 在补充完营养之后 呢 安利品虽然 终止 再给他们更美好的生活 够好 更是够小 去分担每一个人的 一个理想 在 变大比赛的时候 在国外赛事 亚洲人 身材比较小 所以 但是我的比赛成绩 从中多人的位置 不算一块要穿到外 就是 如果我会在这 选手帮群的外号 叫做 台湾Tiger 台湾 总是很有建立 他们说 Hey Tony 请问一下你 每天早上比赛出发前多挑 吃那三个隔壁的颜色是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Oh That is champion nutrition 這是冠軍的营养 然后他们讲说 Oh Releaving I try 我可以试试看 我就很乐 他们吃完之后 每一个颜色大家就说 What Yes you're secretly right 这个秘密对话 參加這個比賽 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讓我們結交了世界各地的好友 夢想是一個的設計 但是當我們共享跟共好時 我想追逐講座最泛淼的一個理念 所以阿里套現在就來給人們最美好生活 同時也帶給所有周遭的朋友 一起不相信自己的心情 很多朋友也問我講說 我們的皮膚基地過在 攝氏50度的是吧 零下50度的風雪 經過攝氏50度的沙漏 你的皮膚的狀況應該是很乾爹 但皮膚狀況不好 欸沒有喔 在認識我的朋友們 靠近看我的皮膚 或者在記者採訪 我的化妝師在畫的時候 唉唷 你的皮膚怎麼可以維持那麼 就說運行運氣剛剛這樣 其實我在每一次 在寫那個經濟底下裡面 在其實有可能不這種情況下 我還是會堅持在安利的包養 所以呢 不需要任何的匪跡 你也可以充滿自己 所以今天在照顧的影片 我只要配色更新的 我完全不會怕 OK 另外想跟他分享是 阿里套雖然讓我認識到 她的自己兩倍福利 在我負擔腳給跳過的時候 我就帶上去 阿里套雖然的 溜濟蛋白 以及WX 想跟你們真實的分享 在射取營養整整 期間之後 我都沒有見證的 實際的時刻 開始了 我的雙腳 完全揮露 而且長出來新的皮 在了解到正確的皮膚品之後 我們獲得身體健康 而且你只要透過正確的訓練 我都要讓你身體做過化體 我都要練習 你也要可以透過你身體的體態 我的身體長力的T脂肪 其實都非常低 在比完今年的世界景標賽之後 我的T脂肪 降到了我人生中展現的高度 T脂肪3.4 我的身體 隆起新的展現的線條 我獲得全新的健康 我獲得全新的體態 以及全新的未來文標 所以在這裡當然要謝謝安利 也謝謝每個人 讓我們相信 對你的信念 南西點 世界很累 很抵達的地方 如果那麼多的萬億 我們可能就回不去公平的世界 我們的區域 可能會永遠留在於安心的淨土 有可能會刮起120公里冒頭水 尤其有可能會到等一下108公里的地位 我們帶進去的裝備 每一樣的物品都必須要非常精進 運不過去的 但是我知道我們身體需要什麼 我必須要面對 你下午什麼 就是低溫 或者雪燒 你整整一個多月 這樣換不到南極點 所以我應該可以說是 史上人類第一位 再上 我們最來的安利全系列產品 你得到南極點的類 相信對的信念 相信對的信念 於是我去挑戰你更多的不可 挑戰是什麼 挑戰你自己內心的恐懼 挑戰你想要完成人生的目標 挑戰你想要去翻轉人世的機會 在好幾次的過程中 我其實都想要放棄 但是我剛剛卻了解到一件事情 現實的生活中 我們總是抱怨自己沒有人的機會 我們很少看自己 是否為了熱敗的一件事情去活動 所有 每天每日每日都為了他能力 是否因為為一件事情拼盡全力 當我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才會有三百三千 有三千個理由 都告訴你 你不要再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前進到對的方向 到底是這種終點 唯獨成功 沒有任何藉口 全力以赴 不要讓你人生 留下熱門一看 這就是唯一的反應 大戰 二雜六年 我到世界四大 世界準冠軍 我的爸媽從過去到現在 去支持我當眾人 整整十八年來 他們都沒有在才去看過比賽 但這樣比賽在科病 併你台灣追記 我的爸媽在中間也看過了 我历经过热摔街 这些热中暑 甚至有可能要送几个中间 在那个时候我冲到了终点 我看到我爸妈的领域而入境了 我才慢慢了解到 其实这辈子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我们当然都希望有所成就 我们的努力有所成就 都希望成为永永恒人 我们希望让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家庭感到骄傲 但是不要忘了 与途黑很高原 家是唯一的方向 今天在这里就像安利一样 给我们最棒的信念 带着所有的朋友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学习 一起突破 一起达到人生崭新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安利大家庆 谢谢各位教授的女朋友 在每一期的过程中 到终点这场比赛 我爸妈妈挂上了奖牌 在那一刻我的痕迹 愿意支持我在当时 冒险的运动员的梦想 这十几年来 十九年我当运动员 我去了世界这个角落 同时我也带上安利的产品 在每一个地方冒险 透过下段的很多影片 他们会分享这段小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南景点的时候 我们带着大部分 试验服用了最棒的羊皮 我们知道相信这个训练 他将带我们闯闯世界 相信好的产品 他将带给我们极致的健康 在零下五十六度的南景州 我花了一个多月 可以到上面 大家猜猜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看不清楚我们再近一点 没有耐心我们再近一点 再告诉我们 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相信大家 大家都知道 除了我之外 每一位伙伴都是最棒的坚持者 接下来 在明年 我将行为到加拿大比赛 在佛洛哥 以及意大利的赛斯 在明年 我将恒越世界上 地表最难的比赛之一 加拿大七百多位 一级地恒越赛 我必须要在零下五十六度 恒越平衡 还有德基的情况下 再度去挑战十七年前 我成功玩赛子的领香 十年前 我是亚洲首位 成功玩赛子 也是年轻最年轻的记录 我花十天继续完成 明年 我将会去本训 我希望创下八天内的记录 在十一月 我将会开始闭关 在台湾做一个环岛的训练 拉着学校 希望各位伙伴 也一定可以一起加入 也许在 人生资料里面 没有任何的挑战或自己 我们每一天都不能前进 如果大家想要激进心中的热血 欢迎各位伙伴 可以加入我一公里 三公里 五公里也可以 希望在这过程中 也可以找到你的游记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 身在什么样的家里 什么样的环境 但是我们的选择 还有我们的想法 将可以决定未来 我们将变成 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出国念过书 我没有接受国外的文化教育 我是给我阿嬷 带单的乡下小孩 我刚到北方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会讲 我的英文 一句话也不会说 但是我相信理想 我相信愿解 坚持了这整十九天 到现在 我实践了很多热 而且并且 我也坚持下去了 所以我相信 在这的每日每晚 你们也一定可以 就完成 你人生中的梦想 在未来 会有很多的挑战 在未来 也有很多的梦想 希望每一位伙伴 都能做 弄其所梦 做其所想 极致健康 永不止步 成为 你想成为的 那个自己 最后面 我希望可以 用这个手套 和一位伙伴 一起大喊一下 为自己展开 新的一个议程碑 大家觉得好吗 好 大家可以大声喊说 2022 安地说的没外朋友 大家可以帮我们喊说 一起超越 自己的不可能 拍两下手 啪啪啪啪 然后大喊 不死 这样可以吗 不死 好 スティーチ法师 每一次训练是喊出来 去鼓励自己的 也希望这个口号 可以去拎到大家 各位 2022 安地的每一位朋友 一起超越 自己的不可能 我们上次先过来 安地的每一位朋友 一起超越 自己也不可能 十年 十年的坚持 我们都会自己感到超好 十年的改变 也能够去做很多事 十年的我们的付出 也许可以为社会 推来多一点的改变 接下来 坚持了十年比赛 同样的安地 希望通赏基金会 也刚好满十年的 透过下一段影片 和各位伙伴分享 安地希望通赏基金会 十年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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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